冰鲜鸭鸭鸭鸡 昨天在超市买了一些冰鲜的鸭鸡 都很新鲜 一斤二十块钱 我们来把它们清洗干净 冷水下锅焯一下水可以去腥 加入姜片 葱节 还有少许料酒 大火煮开 煮开后再煮五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可以把薄膜撇去 擦好后捞出来直接放到砂锅里 然后我们再来准备一些香料 桂皮 八角 香叶 小茴香 还有炒果 干辣椒 花椒 然后冰香 还有一块橙皮 用袋子扎好 然后连着袋子一起洗一下 洗好了放到砂锅里 再来加入小半碗生抽 两勺老抽 还有两勺黄豆酱 再来几个冰糖 我还准备了南姜跟香菜头 如果没有南姜的话呢 也可以用生姜代替 有条件的朋友呢 可以加入两块超过水的五花肉 卤出来会更香 加入适量清水 最后来一勺盐 少许料酒 盖上盖 大火煮开 转小火 卤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关火 然后焖到自然冷却再打开 放凉的鸭蒸跟五花肉 可以捞出来切块装盘 这个配方做出来的颜色还是可以的哦 当然味道也不错 我们这个卤料配方呢 卤出来的鸭蒸吃起来一点都不行 越吃越香 同样的卤水配方呢 也可以卤其他的肉类或者鸡蛋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拾起来试一下 这里面的五花肉也卤得很香哦 我是小坏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哦 吃的时候把卤汁加热淋上来 如果您担心的话